接下来要带给各位旗友的这盘旗呢 是中国队两名旗手的较量 一位是来自江苏的东道主旗手徐超香气大师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黑龙江的特级大师赵国荣 这盘旗呢是由徐超主之后先走 选择的是中套 赵国荣下的是屏风马 黑方呢原来是以屏头屏风马应战 赵老师也是比较喜欢一下屏头屏风马 作为红旺来讲呢 有多种的屏风的途角 红旺选择的是七兵 七兵是一个下法 三兵 兵马 这都是选择 黑方对景气足 红旺九二斤六 黑方泡好啤酒 这儿就形成了平坡对居的常见面化 其实我刚才说到了 这个徐超大师呢 是代表这个东道主的一位起手出战的 原来这个比赛呢的促成 我们还要感谢江苏的特级大师徐天宏 也是他从中穿针引线 让这个比赛得以顺利的这个进行 那么呢 徐老师也是为了做好这次赛会的这个接待和组织工作 也是主动把自己这个东道主起手的位置 让给了他的弟子徐超 因为徐超呢 最近的进步也是比较大的 对 不久前呢 得了一个这个大骑士的头衔 对 这应该是他个人得到的最大的一个荣誉 那徐超呢 选择的是过河区 这个在布局之阵呢 双方呢 是走的是老普 嗯 五九炮 五九炮呢 这一系列呢 也是在高等级的比赛当中的 偶尔可以看到他的尊容 对 比如说偶尔呢 最近这个棋呢 没有形成主流这个布局 最主流的是三兵系列 是 还有什么这个直红军队两头车系列 对 这是两大主流 嗯 那么再其次呢 可能就是编码系列 编码武器炮这一路 嗯 那这一路变化呢 就是 其有呢 偶尔呢 走一下 嗯 这个有的其有呢 根据自己的熟悉情况 啊 因人而异 对 因为这路变化呢 通过大量的实战呢 然后大家总体上一个结果 就是黑风的反弹性比较强 嗯 红方呢 一旦运用不好的 往往呢 给对方呢 这个更多的机会 是 那红方呢 本局当中呢 是采用了炮打中毒的这个注决原理 对 除此以外呢 嗯 红方有多种选择 七八经六 七八经六 嗯 还有马三队武 马三队武 这个 这个跟马三队武呢 略有 啊 相同 就是整体的格调的比较一样 对 就这里呢 他多了一个居士退役跟居士进化 好 有捉的 对 也有退居的 那么黑方再把这个注冲过来 他再走举八经 再走举八经 然后这一路呢 变化呢 就是说红方呢 左翼压进 右翼呢 黑方过一个组呢 也是得到了 各有所得 比较多的补偿 对 嗯 实战结果呢 就是 当然又有红的营又有黑的营 对 嗯 黑方呢 整体来看呢 也都乐于接受这个 对 所以红方我觉得现在 就是说 这一段是 还有炮九经四 这个不只 炮打编组的 孙永珍和 荀川呢 对阵 我们也把那个对局呢 介绍给大家 对 其实我觉得最近一段 让他像无球炮 像出现的不如前天年龙龙龙了 就偶尔可险 嗯 那么炮五经四呢 这路变连化了 也是劳谱 嗯 这个主要的好处是 这个 虽然 开始布局就炮 炮换码了 我们就觉得稍微有点吃亏 但是他好处呢 就在于得得了多足的这么一个局面 那这里呢 就是黑风来讲呢 嗯 主要有这么几路 这个走法 嗯 嗯 当然现在最走 最主 主流的是炮七经五 打兵 除此一般 还有一路 这个也是老普 对 公交 黑方 数码 对 我们把它登掉 灯掉 底线打僵 黑方 炮打一僵 嗯 红 红知识 对 呃 这路变化呢 也是有 很多这个 内容呢 耐力气 对对对 嗯 黑方走 炮了就溜 啊 压住 这是比较常见的 如果你要是新陈居的话 他就把这个居封过来了 举巴 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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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根 嗯 这路变化呢 就说也有人在尝试 对 但是整体上来看呢 嗯 就是由于这个 就无垠的这个 这个鞠炮 嗯 被拉住以后啊 这个手段就比较少了 对 而且你这个鞠很难 你一下子投战 将来鸿帮老有这个炮的 鞭族 打过去 打过去以后对鞠啊 这些战士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 往往黑方要先 有这个炮出去 对 炮出去 要抵押一下 嗯 就是不给鞠帮这个 鞠八 金四啊 金六 这个这个 对 而且就把这个八路鞠给封死在下面 那接下来呢 就说鞠帮走 炮九金四 打掉 嗯 炮金四的目的就下部准备 要对鞠 嗯 有这么一对鞠 对 那强制性的呢 有陈地鞠 黑方就要沉下来 对 那鞠帮这个时候呢 就是弃这个双式 把甚至连子弟呢 都弃回去 对 不像 不像一飞炮呢 这个炮呢 也不能退了 打枪 只能打一下 对 红帮 就这点呢 要提醒大家一下 红帮必须要飞向 嗯 他如果 不飞向的话 还走这招旗 嗯 还原来的鞠帮走 起麻烦了 那黑方呢 鞠八平九一让 避开以后啊 反而红帮这个旗啊 啰嗦了 对 没有以后 回把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能走着 鞠平二哈 从后面的变化来看 必须得飞 然后打 是 回是 再打是 但看起来 这个底线的鞠 红帮的这八路鞠 已经被打死了 这个鞠已经 你上帅 他提将 也是打鞠 然后红帮的这个时候呢 他回马 正好登霜 登霜 这个也是一个很老的变化 对 那黑方打掉 因为你避让的话 把炮踩了 黑方就没齐了 换鞠 再吃回来 等于呢 黑方得回狮子 吃了红帮双试一笑 但是问题就在于 少了好多兵 这个形态也非常复杂 对 这后边的变化呢 非常那个矫正 对 这个 其实是挺乱的 这个孙永珠和许荫呢 都在比赛当中呢 不懂小孩的走 对 这个 这个棋我觉得 没有特别深的研究 一般不太敢打比赛往上用 这个棋 总体来看 还是混个好一点 但是黑方呢 也有一些手段呢 对 就是考验 对 咱们这种变化呢 就是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双方呢 从棋上来看呢 也是各有千秋 但是黑方呢 下起来难度更大一些 因为这个棋啊 你吃了四项之后 不成沙的话 这很多话都走过 对 像这个徐江湖 对于柳达华 我记得好像这一路变化 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就开始 可能还要再早 在去年代 好像以前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学棋 王老师就说 他们就 以前的这个黑龙江特技大师 王家梁老师 就曾经讲过这个棋 对 这个棋 大概最早的 很早的棋了 北方棋技杂志上都有过这个书写 那这一路变化呢 就说黑方是棋子啊 强攻 强行往里边渗透 对 从棋上来讲呢 讲究的是力战 那么黑方呢 另外一个主流变招呢 就是现在的棋手呢 采用更多的呢 是抛弃进去 这路变化呢 就是使其余变化呢 有人有余 就是根据洪方的应召呢 黑方在选择相应的这个策略 因为抛弃进去以后呢 红方有 主要有两招 老招是向三拳 这个杨国林杨老先生呢 当时对这个江苏的棋手许乃基呢 创造了一个七双区的这个 这个 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棋局 就是这个路边 飞向 走抛弃进去 这个得压进来 将来这个 对才有那个 这个马往里边炫 这里边呢 有些变化呢 还是值得去挖掘的 但是这路变化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红方呢 不能满意 就是由于黑方 有压爆以后 中途有这种反击 所以红方后来都不飞向了 就直接你要一打的话 就马上退伍了 他 就是也是七块一招嘛 这马直接退回来 那么走到这呢 又有两大 这个流行的趋势 对 一个是趴二进六 趴二进六 趴二进五 趴二进四 就是动物二楼炮的 可以列为呢 一个大的类别 就是黑方进炮的 对 走趴二进五最早是最多的 对对 后来呢 趴二进五 因为他失踪 感觉这招起有牵制 就是 趴二进五所谓牵制 就是你马七星六 最有离弊 对 趴二进过以后 他不爱马七星六了 但是在以后 多一个马五进六 那么另外呢 就是黑方呢 还有一路变化 充足过来 就放弃右翼的 对 就是让你牵住我 五个鞠炮 但是我左翼的鞠马炮 这路变化呢 是由河北的骑手 这研究出来 这个马八进六 往里登 将来这个鞠八进八 这个鞠马炮族呢 这个红方 较为薄弱的右翼呢 来展开进风 应该说这个 也是固有 固惧 这个变化也非常复杂 那么本局当中呢 黑方采取的是 抛二进五 这个赵老师呢 呃 他对这个棋的理解 就是 至少这个比赛当中呢 他采用了抛二进五 抛二进五呢 好处 我们刚才已经简单说了一下 他就 马不能上来了 对 马上来 他刚好 这儿一打僵 抽居了 抽居了 因为你没有马五进七了 对吧 你这个鞠身跟他打鞠带僵 两个鞠肯定要丢鞠了 嗯 那走到这儿呢 红方就有两种走法了 啊 一种是稳健的 向前进五 将来在 马五退七呢 慢慢来 运转这个子力 这个战线就比较漫长了 嗯 那么黑方有送七足的 还有聚八坚二的 这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种变化呢 就是实战出现的 红方呢 极尽的旋律 就是直接铺马上来 因为这个进马 一上呢 登陆这个族 将来可以马直接到这个东路 直接参战 那么这路呢 讲究的是这个子力啊 快速出击 但是呢 呃 也给黑方呢 这个 从容呢 这个参战的这个机会 各有利弊 啊 这里黑方有 足七 直接过足也可以 对啊 如果你马四进五呢 对方有马八进六 也有平足 也有一些反击 这个呃 特异大师旅清呢 就下过平足 啊 我下过红旗呢 就是黑方 马八进六的 吃兵 嗯 这是先手 那这个棋 说了复杂当中的 黑方这个赵文荣呢 就选择了 向其境 嗯 应该说这次比赛呢 这个呃 也是十二个高手 对 分了两个组 分两个组 那么每组先是一个单循环的 这么一个 对一行家五轮 六个人 嗯 打这个五轮循环 就你每个对手都要碰一遍 这个 对 每个对手都碰掉以后 这个来一个大的排名 对 那么最终的这两个组呢 是分别是许云川和汪洋呢 对 进军了决赛 那么最后的这两个AV组别呢 就是同名次来争夺 比如说各组的第一来争夺 这个总排名的冠亚军 那二排名第二的呢 争夺三四名 一次类推 嗯 那因为说呢 这个许云川呢 最近的状态呢 也是回来了 大家说许云川在前面 我们上周跟大家介绍到的这个 茅山宝华山杯 全国相机冠军要请赛当中 勇夺归冠哈 这个 在同一周之内呢 夺得了两个高级别比赛的冠军 也是可以和后 大家有的其有 就是在网上 我看到评论也说 当年的许云川又回来了 嗯 当然呢 这个 呃 许云川呢 还是很有实力的 对 那么这两次比赛的 呃 获胜呢 也可以说这个 这个 确实的状态呢 又 呃 状态 有一些回升 而且也是让他 有重新 有了一些信心 对 嗯 那好 那个下个 节目的时间段的时候呢 我们以后 会选一些 选串的对局 再带给各位 嗯 那这样的棋呢 就说 黑方 不像 不如了 那么红方呢 采取的是 旧平衣 比较实惠 嗯 他的用意呢 第一个是消灭 对方有种力量 对 第二个呢 就是 避免了黑方 马八进九 这个切入 对对对 就因为将来 马八进九 马八进七以后呢 他有这么一个 摘出佩服 提前呢 把这个招呢 先把它封住 做了一个预防 那么黑方 走出西 走进 红方 马四进五 这马必要挑 否则平足 平足把你扣在里面了 这个足呢 就是有瓶类的 也有瓶外的 也可以凭这 到底是当然好的 这个也很难说 这个可能跟个人喜好 和对这个棋局的理解不同 那么赵老师呢 就是选择平安 足迹寻吧 嗯 就这个局面走到这呢 我认为都比较正 都还是正常的一个发展 那么红方呢 就是怎么吃兵呢 当时我以为他可能会 就打兵啊 嗯 或者什么登兵啊 这个都属于正常的范畴 对 但是这个 徐超在这么重大的比赛当中 偏偏就下出来一个 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常的招法 对 但是走到这些什么呢 嗯 这个这招戏出我估计赵老师也大吃一惊 就有点像上一盘这个 软武军的一盘 这两盘戏 都是共同的共性 就是都是对方的突然 突然的出人意料的把兵就送了 对 为什么 就把这个兵送了 对啊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这个呢 红方也是有一定的战术情 因为这个棋局啊 当时在这个 当时在现场下的时候呢 就是刚才下完之后 嗯 因为特级大师徐天宏老师呢 也是一直在为这个怀安的这个棋迷做精彩的现场讲解 嗯 那徐老师在讲到这盘棋的时候也说 他对这个人平 他觉得啊 就是说 呃 徐超对这个棋局有一点错误的判断 他认为啊 他说这个太出乎意料的招法 就是徐超对他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 就贸然出手了 呃 他能临场的记性之错 对 可能对这一路变化呢 应该说提前呢 徐超呢 并没有做太多的生理研究 对对对 从实战结果 嗯 来看呢 这点呢 是可以断定的 对 呃 那徐老师他也是这么说的啊 应该说是比较靠谱 对 那红方呢 走什么呢 就确实把棋局给送了 对 这个确实有点 他是什么战术其中的 北一所思 让大家有点意外 当然黑方肯定要吃啊 对啊 因为一股料 对 这事必然的 你送给我的 我肯定要吃了 你不吃你 你不吃我 你他这个红兵就下去了 不可能 那不过破决因斯打出去 破决因斯啊 他的这个战术意图呢 就是在于啊 下不齐啊 准备有破决门巴 他准备扣这个黑方的二路 他等于把居路出通了嘛 然后炮品巴以后呢 扣住你的二路炮 这是一个桌炮呀 指你再退 这个也很 我们接着往下讲 我们自然就能看到了 对 就说红方 毕竟呢 替这个冰啊 比较大 对 这个冰一送呢 这个价值呢 可能至少在两千 起码有了吧 这个两千 至少是两千 但是具体的局面 我们也要 灵当别论 所以一般的价值来讲 你想你 你得抽两步嘛 你拱了两步棋以后 被人家吃掉 对 两步棋 你在背上损失了一步 然后在物质上又损失了 你就送给对方一个兵 对 所以说这种兵呢 确实比较大 对 那么黑方 抓住这个机会呢 就反击 马八锦六 往里跳 红方就按他的计划 对 他的计划来了 来看啊 其实他希望呢 就是黑方走 抛黑 对 然后红方顺利 冰五金一冲 然后黑方就跑 跑 跑了以后 红方这边有一条江 对 红方就很高兴 对 知道 知道 这儿在拍江 这儿这个棋呢 这棋肯定是红方占优了 红方多此胜定了 对 把狙就抽了 所以说啊 大家知道这么一战术啊 有中心码的时候 有这个过河炮 这个局面下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这个有这么送一张抽狙 啊 这个是一个属于 一个短小精悍的抽狙的手段 闪击 也可以叫做闪击 但是呢 这个 当然黑方呢 徐超啊 忽略了这个 这个黑旗有一些手段 黑方反击在哪呢 就是他不再走 推这个炮 对 吹炮就上大了 就是 吹炮 对 红方就这个 宋温这个计划就得逞了 那么黑方呢 明察秋毫 他走去八近四 来进居呢 捉这个马 去八近四看起来也不错 就是说 我红马一生根是新手 你这炮还是得跑 嗯 但是黑方这边有 还有一招棋 是徐超没发现的 黑方 去八平六 这招棋太好了 这也是一个好棋 这招棋太好了 这是下部棋准备 对 对 就是气炮 其实你不是不敢吃的 因为你一旦吃了 我马六近七绝杀了 嗯 炮两项 居杀体是 对对对 就是三子 龟边 直接就入居杀了 所以 红方的一切的手段 在这儿 这个居八平六走出来之后 现在都不成立了 所以红方只能被动的先补齐 他如果要补像呢 他还有固形 好 补这个像可能 他可能也是要跳 一跳这一点 对 也麻烦 因为这个像要悬 补这个像 反正 补这个像 我觉得这边空 黑方呢 马灯像也可以 嗯 你很厉害了 当然走这个马六近七 也是不错的 对 你假设 这是个事呢 黑方可以把局点进来 你继续平三 黑方跑去巡八 对 这你不能出枪 出枪呢 又是一个点凭杀招 炮一枪 登几次 对 那你化一样以后 对方吃了这个炮 那么不行 红方来讲呢 这个棋没有丝毫的积极 对 那么作为 影响当中呢 黑方肯定就不肯 这个飞行 所以他先补一个 十六近五 那么黑方呢 走的也很精巧 好气退一 打你这个中马 打了你 其实他认为 不需要走的时候 这个计划 不实现不了的时候了 就选择了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他 炮一枪呢 他通过这个 箱里中兵呢 把这个根拔掉了 拐吃了一个中兵 等于是通过交换 来 我们稍慢一点 这个出将啊 当时徐超呢 可能也是想利用一下 这个将来这个类上啊 有些作用 但实际上呢 可能稳健一点 还是要飞掉 就把项圆起来 这方肯定要吃嘛 对 然后红方再走去八戒二 这个下方是最软强的 就是局面上呢 红方肯定是亏损了 对 因为你是两个边兵 人家是 这两个组肯定比两个边兵好多了 那么其他子弟呢 互相牵制 对 其他的我们现在可以忽略 将来呢 红方的策略呢 就是走去平时 把这个类啊 给站住 这个棋红方如果走得顽强的话 黑方要取胜呢 还有很半场的道路 因为红方下来这个边兵 也可以取出 这个棋也不能否认 就是说黑方还是占据一定处 对 黑方绝对是稍微的局面 但是这么走呢 比实战要顽强很多 对黑方要取胜呢 还有很多的难度 那下来这儿他一出帅 他一吃 出帅呢 等于自己的这个阵型走飘了 他再继续 这个类很大 他必须得手多 那么 黑方 黑方这个组过来了 这个棋呢 红方又去补像 补像 没办法 他等于上来 这个像嘛 补的肯定也 补那个你觉得好一点 补相当就 但是他肯定有点顾忌 觉得这边 比实战效果要好 另外红方还可以考虑 去6去2 以后 8平5 准备闪起 那他肯定会先对一下 然后再炮吧这样 这是一个极限 打中式 这儿呢 红方至少呢 有一点先手 感觉比他实战的走法了 先把这个顿错走上 先把这个居封牢了 再说 结果他现在看到 实战是上7级5 上7级5拍车 只能走这个 黑方马着进发 黑方这个马炮啊 他走到桥轴 他看起来 这边应该也有一脚 这个脚他怕他居住 他顶住 对 就没得下了 这个气 你暴动啊 对 黑方有足下 有 对 他头方没去下 比如说这招走的还算 马尔退 没有 马尔退三 还挺机灵的 他还想把这个兵的给你 对 其实现在已经蹬死了 对 你要居住兵八的话呢 他长居 把这个炮 他这样再中你 例如黑方那个马炮位置呢 还没有完全调整到位的时候 还有这个完全的机会 对 他现在 那黑方呢 黑方这时候开始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场考 哦 是 他弄他场考了 这个地方 他没有注意 他回马登好 反正下到这儿 我觉得就是肯定明眼人一感觉 就是这个气肯定黑方占优了 但你能不能赢 能不能获胜 怎么找到一个进攻的途径和手段 这个气却到了一个考验 比较长于计算的 对杀其还比较敏锐的 对 就是这个局面 刚才郭立平给大家介绍 就是临场当中呢 这个呃 来自黑龙江的这个赵国荣呢 他仔细去想了一下 很慎重的啊 处理了一下 对 那他决定呢 就是 看他 来求公 看他怎么处理的这个气 他先进马 进马 这等于是一个八路族就白白的 就送掉了 送掉了 太可惜了 因为还看不到攻势 红方这个类居守得很严实 然后黑方呢 平居一顶 对 那登祖也是几乎是地上 对 你这会儿不行 就马上也回两个这个地方 一个马尔推 一个马尔推 那么事后我看可能也可以考虑 马尔推 要比实战的走法呢 可能更能够纠缠一些 对 更能够考验黑方 对 他肯定还是顾忌人家卡住以后 是不是会管吃到像啊什么 那卡住了反正也广告这么多 对吧 差已经是差了 怎么利用一些手段吧 所以他可能 他下马尔推三 我们来看了 然后他居发进二 这个要压住 这个肯定不能给他压 对 压住以后 红方这个就太被动了 太被动了 假设居发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嗯 压住 对 你现在不得这么吃 你吃他亲 你这个等于吃两个子 你吃这边迎头姜子 所以他再吃那个 等于多子了 不行 另外这个就 底线也漏了 对 所以这个情 你不能来跟人家交换 必须马尔丁寺 然后回方这个时候呢 马尔丁又捉了一下 他居发平次 叫江 他先捉了他一下 这样 他先居发平次 然后走了这么一个次 退二 退二 然后来交换的 对 这是一个交换 然后 将 对 这个呢 就是说 这期我觉得当时啊 临场的时候 我感觉已经引不了了 我觉得简化光了 这个字 这个期呢 就是什么呢 嗯 他先捉一下呢 又是这个的 这有一什么期呢 就是他 如果吃的话 他跑啊 对啊 互射先 就互相都有一些圈套 对 你吃我居 我就将死 我说我也将死 对啊 那他先吃的 他也不愿意往上上 往上上呢 他觉得脱离这个 对肋上呢 没有保护 对 但是等他退去的时候 他又一看 他肥方再一将 对 这个很隐蔽 对 因为你这个菊没根了 那么 虹方想当然就给他吃了 对 结果这个期啊 就 就是 走失些故障 对 但是他也 走到这儿 也没什么办法 就是如果你要先浆 这个味道不一样 因为虹方有这个电菊 对 你如果吃这个菊 他可以知道 你吃这个菊 正好这么累 对 这样你等于回来之后 这个泡头根 你这么浆呢 我们再看看这个 你如果再这么走的话 他可以吃你这个菊 你再吃啊 他吃这个 他泡白吃了 是这个 因为这个冰一打僵 这冰放下来了 不是 他被死了 对 你吃不了 是 所以他掉了他一张 这招其实掉得很好 所以说双方啊 就是互相揣摩自己的心态 另外从技术数人来看呢 这部菊八瓶六呢 是有吸引他退居座 他再去讲 没错 这个秩序也是蹲挫走得很好 如果在这儿像你说的 刚才那个就吃不到泡了 所以说虹方这个期 也有可能啊 这个菊六推二呢 也是无奈 哎 姜 你看看啊 好 姜 那虹方只能追得最吃 足三瓶死 这是泡姜死 那虹方只能去发贴 做泡 这个我当时真的以为赢不到了 我想你泡一逃 我足以蹬就没齐了 结果实战 黑方呢 抓进三 砍炮 下的特别好 嗯 你现在不能吃 你吃了泡瓶四 然后足六足四进一 就直接姜死了 电马再冲 再撞 嗯 这个老姜进不来 连姜撞 他这个马炮兵也有杀戏 那虹方只能吃泡了 只能吃泡 现在呢 形成了居马族对居马兵 那还是感觉赢不了了 这个旗都换干净了 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位置不对 对 红方的位置不对 对 啊 那么黑方就利用 啊 红方的位置不对呢 居马族呢 啊 巧杀 红方 这个也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现在居二平次叫杀 手头 红方只能手头 嗯 马七退六 又一踩居 又等 红方这个居的位置就不对 都到位了 他不将横着走 横着走还是僵死 一僵的就是 你丢失了吗 这个基本上 这个肯定是 不行了 他啊 这起打一枪 上来 嗯 退居桌 哎 他为什么退居桌 他有学问了 把这个马呢 就是逼 逼开 然后让他不能去防御 对 你如果直接充足 你就太着急了 他回马一手就守住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 对 嗯 你不是说的很简单就赢了 对 因为他必要的时候 用马可以登足 马登足是和气 对 居马难胜单居上去 那他这么一走 他先捉呢 他先把你这个马呀 这个逼离 逼住你的马 往这进不行 就僵死了 往这进 往这进或往这进 对方再重逐 对 这个就守不住了 回不来了这个马 如果你阳势呢 对方点两僵 然后居 一坐 串到 这个 串一居 这个 你要守住这条线的话 我就平手僵死 这个就肯定是绝杀了 嗯 那对方的马 没地方跑啊 你看这齐多神啊 这个下到这儿 他不好动 嗯 不好逃 但是白丢呢 肯定也是 对啊 居马族呢 正好 所以这个徐超 这个想要一马换一族 他送马 但他送的马里 他偏偏还不吃 他不吃怎么呢 他想白吃你 他居然 他下来拿族吃 你看这个马 还是没地方 那胡方只能再逃马了 这个也毫无疑问 也不用过多的解释他了 这样 然后黑方等那个位置都到了 他下足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这些退马呢 这个就主动认负了 对 为什么呢 如果他退马 他刚好有一个这一张 实际上这里 马里退伍 更加精妙了 再送一个试 连把鸡都吃掉了 就说你吃马 他连行杀 否则就丢鸡 那好 这个正在的鸡呢 恰好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下一周呢 我们还会有 震达海浸杯 国际小型年赛 带给您 好 朋友们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